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同大家更新一個突發消息,是今日6月10日早上11點45分,根據最新消息報導,香港警方在紅磡追截一架可疑車輛時,有警員開了兩槍,警方曾經在紅磡警署對開公主 折停可疑車輛,初報指已拘捕了一名人士,雖然開了兩槍,但沒有人受傷。根據消息所講,就說有一個駕駛人士發現有另一架車的車牌與自己相同,認為件事很可疑,於是報警求助,警方去到現場追截,這架車亦逃走,最終失去, 有一個沙展與一個警員曾經開了兩槍,這個司機最終被警方制服,沒有人受傷。而受到這件事所影響,公主到南行往紅磡方向全線封閉。 這就是最新的新聞報道,特發新聞,有人駕駛車跟別人同一樣車牌,然後警方開了兩槍,幸好沒有人受傷。那兩槍到底打了去哪裏呢?等陣如果再有更加之多,消息就會同大家更新。 好啦,那今集呢,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?下邊留個言啦,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